小鹿鱼我也给你挪脱子看看 看了帅谁 我都想着 挪啥鱼你干的你行死 这个痛哭流涕的男人名叫古海江 谁都不会相信啊 这个懦弱到骨子里的男人 竟然有一把斧头在妻子的身上 狠狠砍了欺负 这个在所有人眼中宠溺妻子 能宠到变态的男人 又是银河变成了杀气的恶魔 那是2003年的5月6日 古海江的岳父接到了一个电话后 就匆忙的叫上了老伴 赶去了自己的女儿家 而进入女儿家后看到的景象 让老两口差点没有晕倒过去 身上在遍体顶上 头上是一条骷髅 看了欺负的字 整个都看上红领 在床下边都是打他一些 被子上 枪 还有他在屋里边的家里 都进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 110警方和急救人员也相继赶到了现场 不过遗憾的是 老人的女儿因伤势过重 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 而凶手也已经在当地派出所自首了 不过令两位老人没想到的是 这位凶手竟然就是自己的女婿 古海江 在所有人看来 古海江是村里出了名的宠妻狂魔 对待妻子可以说是百依百顺 即便是面对妻子在村里 传得沸沸扬扬的不检点的传言 古海江也都是笑笑了之 甚至为了平息传言 古海江竟然还把那一位情敌认作了亲戚 好让妻子名正言顺的和那人来往 那么古海江因和要这样毫无底线 这到底又是一桩怎样荒唐的故事 那是在两人结婚后没多久的时候 妻子突然就发现了一个 一直隐藏在丈夫身上的秘密 从那以后 两人的关系就开始出现了裂痕 甚至还差一点点走到婚姻的尽头 古海江的这个病啊 从小就一直困扰着他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每次犯病啊 都是在乡镇上的医院治疗 因为医疗条件有限 所以一直也没能查出具体的病因 不过随着古海江慢慢的长大后啊 病情就稍微有了好转 有时候一两年也就偶尔犯病一次 所以结婚时 古海江并没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妻子 但是婚后不久啊 古海江的病情竟然又严重了起来 而且每一次犯病的治疗费用啊 都要花个上千块钱 或是出于对未来生活的担忧 又或是觉得接受不了丈夫的欺骗 妻子开始和古海江闹起了离婚 但最终在亲朋好友的劝和后啊 妻子同意暂时放弃了离婚的念头 不过同时也向古海江提出了一个要求 即便是在旁人看来 古海江妻子提出的要求啊 分明就是为了难为他 让他知难而退 可为了能保住这段婚姻 古海江当时就同意了妻子的要求 古海江家中的主要收入啊 来自于他平时在工地上做一些零工 和家中喂养的十几只羊 为了供妻子的开销 古海江接连卖掉了家里所有的羊 而就算是这样 他也没能留住妻子的心 就在2002年的一天 古海江从工地上回来 却发现妻子不告而别了 他找遍了所有可能的地方 却没有发现妻子的下落 最终三天后 他才在村民口中 得知了一个如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原来他的妻子 一直都在邻村一个叫白星的单身汉家里 其实在好事的村民那里 这两人的事情早已被传得沸沸扬扬了 得知交集后 古海江当天的下午就怀持着忐忑的心情 赶去了邻村的白星家 在还没有进到村子的时候 古海江就在村头的田地里 看到了正在干农活的两人 回去的一路上 古海江都在思考 该怎样解决这件棘手的事情 可刚一到家 妻子就掀开了口 妻子再次向古海江提出了离婚 并且态度相当的拒绝 可本来是一枪怒火 而且还站立的古海江 却瞬间像个泄了气的皮球 低着头不再言语 因为他看到了正在院子外面玩耍的 年仅四岁的女儿 古海江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 他就是在四岁的时候失去的母亲 所以他深知到一个没有母爱的童年 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 又是多么大的影响 也正是这个原因 他竟然又做出了一个 让妻子都难以置信的妥协 古海江的态度 一时间竟让妻子也无法反驳 更让人不可想象的是 他们的这种关系 竟然还和平的相处了好一阵子 那段时间 这件事情甚至已经成为了村里人 茶余饭后的必备话题 可是随着时间渐长 古海江就发现了自己毫无底线的妥协 却成为了妻子得寸进尺的底气 不仅如此 只要妻子每次去到白星那里 都是古海江主动的去接 妻子才会跟着他回来 有时候古海江把妻子看得紧了一点 那个白星甚至还会主动找上没来 这是让古海江最不能忍受的事情 他觉得两人毫无遮掩的行为 已经触碰到了他的底线 当天晚上他就跟妻子发生了冲突 在两人激烈的争吵中 妻子随口而出的一句嘲讽 彻底击碎了古海江心底最后的一道防线 妻子用虐待轻蔑的语气说 你自己没能耐 身体又不行 你让我怎么跟你继续生活 人家白星虽然条件也不好 但是人家身体好 这句话像抛向古海江的一星火苗 将他从小形成的自卑 压抑在内心的委屈 以及那难以释怀的羞辱 一下子全部点燃了 古海江一把将妻子推倒 然后捡起眉后放着的一把 劈柴用的斧头 朝着妻子疯狂的赶去 直到红色布满了眼前 意识到犯下大错的古海江 紧接着赶到了当地派出所自首 最终综合考虑的案情 古海江因故意杀人罪 被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处了无期徒刑 好的各位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我是老树 更多故事可以来我的主节观看 咱们下个故事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